內地越來越多民眾使用電瓶車 即是電動的小型電單車作為代步 但電瓶車經常人化安全隱患 四川成都一名男子 昨晚將電瓶車駛入一個屋苑的升降機內 但關門後突然瞬間起火 被困升降機內的多人被燒傷 根據閉路電視畫面顯示 升降機內有三名男子 以及一名抱著嬰兒的女子 多人被燒傷 傷者已被送院救治 據報嬰兒仍未脫離危險期 事故具體起火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意外發生後 這宗事故應該由誰承擔責任人發關注 內地律師黃紅表示 目前原因上代查明 但如果產品自身存在缺陷 導致自然 生產者或銷售者應該承擔責任 如果車主不規範使用車輛導致事故 就需要承擔責任 但將車輛推入電梯 本身不足以引起爆炎 對於車主來說是意外事件 不應該承擔責任